這已經是民進黨臺北市長候選人 陳時中這一週第三度站上路口敗票 隨後馬不停蹄到士林葫蘆寺參鄉 陳時中加強路戰 力拼年底入竹北市府 偏偏過去三年防疫工作 頻頻被外界放大檢視 也讓陳時中專訪中大土湖水 如果再年輕拉回來 那再有這樣的疫情 你叫我接觸我會關 這我是不會接了 透露時光倒流 不會接下防疫指揮官這重擔 陳時中解釋不是後悔 是無法再承受這種生離死別 如果再來一次 我也不見得承受得起 這樣的一個生離死別的事故 那我只是說不希望疫情再來一次 如果再來一次的話 我們也會受不了 疫情期間萬華破口說 陳時中也坦承讓他倍感壓力 他也相信這會變成歷史事件 甚至在他人生中成為烙印 到死都還有人在講這件事 這句話從來都不是出自於我嘴 我一向的講法就是我們的敵人是病毒 陳青從沒說過萬華市破口 陳時中不厭其煩再次強調敵人是病毒 至於同樣是防疫指揮官 陳時中給黃珊珊打70分 我指的是說全民防疫的成果 那在台北的裡面 我對這個指揮官大致上 就是還是有一個及格的分數 分數應該要台北市民來打吧 我們所有的作業都比中央快 這個分數不容它來說三到四 防疫成果是年底選戰重要參考指標 也讓陳時中黃珊珊隔空交火搶當防疫領頭羊 三立新聞 許謙 諒母君SV小組 特別報導